位在花蓮市主農理的有名庄福德公 日前舉辦中原普渡法會 也特別把300份的物資 兼給花蓮市公所的食物銀行 希望可以在充滿感恩的7月當中 讓更多邊緣戶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油 金蘭醬油 然後一個油切的綠茶 然後鹽糖 米乾糖果 然後我們會把這些都放進去 花蓮市有名庄福德公 上週剛舉辦完中原普渡法會 在市民代表江鳳儀 及主農理長劉冠宏等人的號召之下 總計募集了800份的普渡物資 管理維園會及信徒 在祭司後決議將物資捐出 而其中就有300份 是要捐贈給愛花蓮食物銀行 那麼有名庄福德公 受到我們主字頭鄉親的供養 那麼在劉理長的號召之下 我們主農理的里民 大家非常的熱烈的來支持 也願意為我們事工所的食物銀行 來貢獻一份心力 希望我們社會的關懷戶 我們的邊緣戶 能夠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我們有幸能夠脫土地公的福 把這個上信大德建出來的食物 建出來的貢品 我們轉建給食物銀行 讓需要的人 更能夠享受到 我們大家的關愛 還有我們土地公的福游 花蓮市長魏嘉賢也協同 車勞課長蕭子偉 特別前往班正感謝狀 感謝所有信中大德的愛心 那我們真的非常開心 又有一間公廟來支持食物銀行 來做愛心這件事情 那我們更期許 有更多的一個生活上的物資 能夠得到妥善的運用 所以我們之後會把這些物資 做相關的盤點跟整理 那也針對有需要的我們朋友們 來做相關的一個發送 那再來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們 也可以到食物銀行 來做相關的領取 那再次提醒我們所有相親好朋友 食物銀行不只是花蓮市的鄉親可以來領取 下學院懷蓮市公司我是勞克爾 記者徐立晴懷蓮市報導